好 我們繼續講這本書4.1的後半部分 4.1到底叫做什麼章節呢? 叫做囊拍多維陣列五件 好 那我們開始講布林索引 我們就直接看例子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首先我先建一個陣列 裡面就是一堆人名 例如說 Bob Joey Will Bob Joey 事實上只有三個人而已 三個人但是寫了七次 總共寫了七次 好 那我們也建了一個data 這個data我們是從標準常態分配裡面去抓的 所以我們是在numpy.randn 我們說過加這個n就是在標準常態分配裡面抓乱數 抓的亂數我們就擺成7乘4的矩陣 也就是它有7個raw 7個real 4個column 好 那做完之後我們就把結果叫出來看看 所以names真的就是Bob Joey Will Bob Will Joey Joey 好 然後data就是亂數 所以看起來真的就是7乘4的亂數 好 那我們說過兩個等號 事實上就是equal to的意思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要問name到底等不等於Bob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把剛剛name的這7個名字 然後每一個都抓出來看看它是不是等於Bob 假如是的話就是true 假如不是的話就是false 所以它會得到一個不0的陣列 好 所以我們看剛剛Bob是出現在第一個跟第四個 第一個跟第四個 所以我們看第一個跟第四個是true 剩下的全部都是false 好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這種剛剛這個不0陣列 來對這個data7乘4的矩陣做一些的 做一些的鎖印 那怎麼做呢 通常我們寫data 然後裡面假如寫name equal toBob的話 那事實上裡面就是什麼 裡面就是條件 就是條件 那因為data它是一個二維的陣列 但是我們裡面寫藍只有寫一個條件 那假如說寫一個條件的話呢 它一定是從編號d0的軸開始去設這個條件的 也就是說呢 它是從最前面那個軸開始去設條件 那我們說過二維呢 它有兩個軸 一個是編號d 其實就是y軸 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矩陣的raw 然後呢 第二個軸其實是編號d0的軸 那實際上就是x軸 你可以把它想成的就是矩陣的column 那因為呢 我們現在只有設一個條件 所以這個條件呢 顯然就是對編號d0的軸去看的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總共有7個raw 剛好有7個名詞 那我們就說呢 今天假如是name等於Bob 是那個raw 那些raw呢 就把它列出來 那我們看呢 剛剛Bob呢 其實出現true的呢 事實上是只有在 編號0跟編號3 就是0123 好所以呢 剩下全部都是forth 因此呢 我們今天這個data呢 其實它有7個raw 那它一定呢 就是抓編號0跟編號3出來 好所以呢 我們就來做看看 看是不是這個樣子 好所以呢 他果然就是抓編號0 你看就是-0.0363 所以事實上就是第一個raw 但是第一個raw是編號0 好 那Bob呢 剛剛在第四個地方呢 也出現true 那第四個位置 事實上是編號3 所以呢 他就會抓編號3 也就是呢 第四個raw呢 也把它抓出來 所以就是這邊呢 -0.1934 也把它給抓出來 好 所以我們說呢 布林陣列呢 其實可以用在陣列的鎖影上面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通常呢 你假如要做鎖影的話 就是呢 原來這陣列寫一下 然後呢 把你要設的條件呢 就把它寫在中括號裡面 好 那這個呢 布林鎖影呢 它的長度 必須要等於呢 今天 他被鎖影的那個東西 也就是說呢 布林陣列呢 和他要進行鎖影的走呢 長度必須要是一致的啦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剛剛這個names 事實上就有七個names 然後呢 我們今天就可以拿他 來對這個data呢 的d0的走去做鎖影 剛好他d0的走呢 的長度呢 也是七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在做鎖影的話呢 就是比較有意義的 但是呢 這個書上也告訴你說呢 這個布林陣列角 長度不匹配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布林選舉呢 也不會失敗啦 所以呢 你今天呢 在用這個功能的時候呢 要謹慎一些喔 也就是說呢 其實這程式 他並不會呢 去跟你檢查說 你今天呢 這個布林陣列 也就是這個名字的布林陣列呢 跟他要進行鎖影的走 長度會不會一樣 其實他是不會去檢查的喔 他就是會很乖的去做鎖影 所以有可能呢 你那個布林陣列 事實上是有八個元素 但是呢 你要被鎖影的這個data 可能只有七個RA 事實上他還是會做啦 只是呢 你要知道有時候 這樣子做出來的話呢 他可能某些RA 其實並沒有去幫你做鎖影喔 但是你以為他有幫你做 那這個是一件很威脅的事情 所以呢 書上就告訴你說 今天布林陣列呢 並不會失敗喔 即使你今天布林陣列的長度 不匹配的時候 事實上呢 他還是會幫你做鎖影喔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 那在使用這個功能的時候呢 可能就要謹慎一些喔 自己去把它設定成 今天布林陣列的長度 跟所要進行的走的長度是一致的 好那既然呢 我們今天已經鎖影出來了嘛 那鎖影出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繼續做下去了 不然事實上呢 你也可以就從頭再鎖影一次喔 所以你看我們下面呢 這個地方就再對data鎖影一次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對於第0個走也有色條件 編號第0個走也有色條件 編號第1個走也有色條件 編號第1個走也有色條件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抓出交集的部分喔 好所以呢我們說data 這個東西我們該要開始給它鎖影喔 然後呢 編號第0的走呢 就是去看一下names等於bob的那些raw 那事實上呢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做在上面了啦 所以呢 其實第0個走的鎖影 我們已經做在上面了 好然後呢 第1個走的鎖影呢 它就是2冒號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要從編號2的那一欄開始抓 抓到最後面喔 那我們就直接看上面這個例子喔 因為上面這個例子呢 它已經對name equal tobob已經做鎖影了 所以呢我們就只要呢 再把這個結果呢 再對編號1的走 然後呢 去把編號2之後的欄全部抓進來就好 所以呢 這個是第0欄 這是第1欄 然後呢 這是第2欄之後 就是後面這4個 所以我們就讓它跑一下 就發現呢 它跑出來呢 真的就是後面這4個 好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對data的兩個走呢 都去做鎖影 那我們再看一個例子喔 那這個也是對data的兩個走去做鎖影 同樣的呢 編號0的走呢 還是去跟那個剛剛不停陣列 去做運算 所以做出來的結果就是上面這地方 然後呢 編號1的走呢 我們就取編號3的那一欄 所以呢 編號0 編號2 編號3 編號0 編號1 編號2 編號3 編號3 就是這一欄 所以呢 做出來的結果應該是 就是負的0.5895 跟負的2.2528 然後呢 你會發現說這個欄不是應該是寫成直的嗎 為什麼這也是寫成橫的喔 那就是我們上面所講到的 你一定要是make sure 你懂的這一本書4.2 它在做那種切片的時候是怎麼切的 那時候呢 那我們說今天在所以的時候 那因為呢 對編號1這個走呢 其實我們並沒有出現任何的冒號 代表說呢 事實上我們並沒有保留 我們並沒有要保留 並沒有要保留 多一個維度喔 所以呢 今天 這邊只有寫3的話 那這樣子做出來的結果呢 它維度一定是會下降的 不像上面這個地方喔 上面這個地方呢 事實上2冒號 事實上呢 這邊即使寫2冒號3的話 所以呢 抓出來的結果 只有編號2那些欄 但是它還是會擺成二維的樣子喔 那不幸的話呢 我們把剛剛上面這個地方呢 例如說我們後面這裡就寫2冒號3 那你知道2冒號3呢 事實上就是從編號2的欄開始抓 然後呢 編號3的欄是我們第一個不要的 事實上它就只有抓編號2的欄喔 但是呢 你假如後面這樣子寫的話 有多個冒號的話 代表說我們真的就是要保留 後面這個軸 所以呢 做出來的結果就會是一個 維度是2的結果 但是呢 下面這個地方呢 我們對於編號1的軸呢 我們就只有寫3 事實上是沒有冒號喔 所以代表說呢 我們抓下來的結果呢 並沒有要保留呢 同樣的維度喔 所以呢 維度就會下降1喔 所以它就會被擺成橫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說你一定要去把4-2的那個圖弄懂喔 那你才知道呢 哦 原來在切片的時候 有時候呢 你要拿的東西呢 是同樣的東西 但是你有沒有寫冒號 其實呢 關係到你所切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維度會下降 所以圖4-2是很重要的 請大家一定要去翻這本書 然後把它弄懂 好 好那我們剛剛呢 在做 在做那個 在做那個 布林索引的時候 那我們是說 names等於bub names equal to bub 那事實上你假如說 要看names不等於bub的話 那要怎麼去寫喔 那事實上呢 在python面不等於 其實就是一個金湯號 再加上呢 一個等號 這事實上就是 不等於喔 好那我們剛剛說呢 bub呢 其實是在 編號0 跟編號3的地方 所以呢 不是bub呢 事實上就是 編號0跟編號3去掉之後的結果 好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讓它跑下去 結果你就發現呢 編號0跟編號3是false 其他的地方呢 全部都是true 好所以呢 我們說今天假如呢 要拿我們這個names不等於bub的這個 布林陣列呢 來對其他的陣列做所有的話 那也是可以的喔 好所以呢 我們就 再把剛剛的data的矩陣呢 再拿出來 可是呢 我們現在要保留哪些列呢 我們要保留的列呢 它的編號跟呢 上面這個地方 我們做出來的結果的true 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上面這個地方呢 是不等於bub才是true 那假如說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對data呢 保留那種 不等於bub的那些編號的列的話 那事實上呢 我們就data 然後這邊呢 就寫個不等於喔 那這個data呢 前面這個data呢 事實上就是不等於的意思喔 這就是上面這個地方它的註解說 事實上你假如要寫呢 你要選所有的結果 但是bub就不選的話 其實你可以弄金燈號等號 這就是不等於的意思 或者是呢 一個data 其實它的邏輯呢 就是非的意思喔 是非的非啊 是非的非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說今天 非names equal to barb的那些編號的 對應的列 對應的列呢 在data裡面的那些對應的列呢 我們都要把它抓出來 所以就可以想像呢 它就是會抓編號12456 就會抓編號12456 所以我們來看看呢 我們來原來結果呢 是這個樣子 原來data是這樣 所以它現在會抓12456 所以我們就看前面這個元素吧 1.58-1.56 真的這邊就是1.58-1.56 然後呢還有最下面這三列 -1.16-0.13-0.17 所以-1.16-0.13-0.17 所以它果然就是呢 抓出那些非bub的名字 所對應的那些位置的列 好 那有時候呢 我們假如呢 我們假如 data然後裡面呢 寫大串 雖然我們知道這是條件啦 可是呢 對於初學者來講 可能會覺得 哇 這裡面這條件呢 未免也太複雜了吧 又有非 然後呢 又有equal to 所以有點複雜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要把層次呢 寫的可讀性高點的話 我們就多用一些符號來替代吧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說今天呢 names equal to barb的那些位置呢 我們就把它取一個變數叫做 cond cond 好 然後呢 我們今天呢 要去做所應 對data這個正義 就去做所應的時候 我們就說 不是cond的編號的那些列 全部要抓出來 那其實呢 你說非cond 事實上就是names不等於barb 其實就是我們上面所做的結果 所以呢 下面這個地方呢 只是把它寫的可讀性一點 可讀性高一點 畢竟呢 有時候你條件寫的太長了 人家一下子可能會反應不過來 但是呢 假如把一個很複雜的東西呢 把它拆開來 比較多個步驟來寫的話 那可能呢 就會比較容易讀懂 所以就像這邊一樣 我們先把names equal to barb 取一個變數 然後呢 我們今天就 拿這個變數呢 當作所應的條件 可是我們現在是要 不屬於這個變數的那些編碼 才拿來用 所以就這樣寫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你今天呢 假如說 假如說你今天不是只要取bub而已 你還要取will 好 那就看呢 你要取連擊還是交集 但是呢 不管怎樣 總是你現在是多個條件吧 好 那多個條件怎麼弄呢 那你就用邏輯上的連擊或者是交集 好 那這個連擊呢 就是一槓 交集呢 就是and 然後等一下呢 它會有一個註解告訴你說 這個python呢 的and和all呢 其實它在布林鎖影的地方 布林鎖影裡面呢 是沒辦法用的 所以呢 你今天就用這種符號吧 也就是all 換句話說就是連擊 就是一槓 一橫 一個直線 然後呢 and呢 就是 一個 一個就是我們通常縮寫的時候 這個and的樣子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說 names 假如等於bub 然後呢 names 假如等於will 我們要取連擊 所以呢 就說今天names 假如是bub或will的話 那我們就是true 剩下就是false 那我們就把這東西呢 命稱叫做mask 好 所以我們就回去呢 看這個bub跟 will到底在什麼地方 所以bub呢 是在編號0 然後呢 will呢 就是bub或will 他編號在什麼地方 所以就是編號0 然後編號2 編號3 編號4 所以就是 0 2 3 4 因此呢 我們就來看看 他做出來的結果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就讓他跑一下 結果發現呢 果然是0就是true 然後呢 2 3 4都是true 這個是編號0 編號2 編號3 剩下都是true 剩下都是false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呢 命稱叫做mask 我們就可以拿他呢 來做布林索引 因此呢 我們就說 data然後中關號mask 那事實上呢 就是說data呢 凡是編號是第0列 然後第2列 第3列 第4列 全部都要抓出來 那我們就看一下呢 原來的data是這邊 那 第0列呢 就是-0.03 然後還有 2346 所以呢 我們就是會看見-0.03 -1.56 -0.19 -1.16 好那我們看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讓他跑一下吧 所以呢就是-0.03 -1.56 -0.19 -1.16 應該是沒有錯吧 就是0.234 好所以呢 他果然就是做了正確的索引 好 那下面呢他告訴你說 今天呢 我們假如在一個正列呢 用布林索引的方式呢 把某些data給抓出來的話 那事實上呢 這個程式都會去copy一份副本 所以就是會比較浪費記憶體 其實你今天呢 抓是根本就把全部的東西都抓出來 那換句話說呢 你的條件可能太寬鬆了 所以呢 其實你抓的東西就是全部的東西 一個步道抓出來 事實上他還是會建立一個副本 那不像呢 我們之前所說難拍呢 事實上你今天假如修改的話 他就直接覆蓋過去 但是你假如說你是在正列裡面 抓一些東西抓出來的話 事實上呢 他是建立一個副本的 好然後再來就是呢 在拍攝裡面的keyword 這個and跟all呢 其實在布林索引是不能用的 所以呢 就請你用這個and的符號 跟一槓 就是all的符號 其實這個markdown呢 它要寫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 看起來就像指令的東西 我們是可以把它變成 變一個字體 這樣的話 比較容易了解 你看看這邊的and跟這個and 字體型不一樣 所以這個and跟all呢 指的就是程式裡面的and跟all 所以你假如看書的話呢 它就會 字體就會分得很清楚了 程式的字體跟行文的字體呢 是不一樣的 好那我們就看下面這個例子 那我們已經知道呢 你今天假如在這個正列裡面呢 去把某些資料給抓出來的話 那事實上呢 你就可以把條件寫在這裡面 好所以我們看這個例子 它說呢 我假如在原來這個data正列裡面 然後我要把那種小於0的位置的那些元素呢 都把它領成0的話 那可以怎麼做 那事實上呢 你就寫data小於0 把這東西當作一個條件 然後呢 外面再寫上data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data這個矩陣呢 小於0的那些東西呢 全部都把它設成0 好所以我們就讓它跑一下吧 好再跑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長成這樣 那我們的原來的data 在哪邊呢 在這一邊呢 所以例如說我們看一下第一欄 就發現呢 只有這個地方是正的 只有第二列是正的 剩下都是負的 好所以呢 這裡做出來的結果就是 第一欄的部分呢 只有第二列呢 還保留 剩下全部都是0 所以看起來呢 是沒什麼錯誤 好那再來呢 我們也可以做說好嗎 今天呢 names 假如不等於joey的那些 那些 那些位置 就是那些的編碼的話 然後呢 data呢 的列叫編碼呢 的位置呢 就是 就是data的列呢 假如它的 編號 事實上呢 不等於joey 在剛剛那個names裡面的 位置的編號的話 則呢 那些列全部都要把它 變成是7 都要把它變成是7 好那 我們就看一下呢 那joey到底在什麼地方 這個 因為字體要放很大 錄影起來 效果才會好 所以之前跑的東西都 好上面 好那 所以呢 joey它就是在 就是在編號1 然後呢 還有最後那兩個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做出來的結果呢 應該是 編號1的 列跟最後那兩列呢 要是等於7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這個時候data呢 已經是上面這個東西了 並不是 原始的data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做一做 你就發現呢 嗯 就是不等於joey 原來是不等於 好吧 所以呢 我們說joey是 是編號1的那一列 跟最後那兩列 所以呢 就是除了 編號1那一列 跟最後那兩列呢 不要變動之外 其他的列都變成是7 好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編號1的這一列 跟最後這兩列呢 真的都沒有變動 所以其他的呢 都變成是7 好 所以呢 這裡應該 這種布林所有呢 大家應該都很了解了 那基本上就是 在一個正列裡面 我要挑出 符合某些條件的data 那我們就把這個條件呢 就把它寫在這個 中關號裡面呢 就可以 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有一個叫做fancy index 那fancy呢 其實就是很新潮 很潮的意思 所以如果真的要把它 放成中夷的話呢 你就翻成新奇的 或新潮的所影 或者是你就翻成 潮所影算了 反正fancy就是好像很新 很新奇的意思 好 那這個fancy index呢 其實它在幹嘛呢 它就說今天假如我們呢 所影是用整數的話 那事實上呢 就叫做fancy index 所以為什麼所影用整數 就要叫fancy index呢 其實我也 不是很清楚這個命名 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它就說呢 今天假如做fancy index的話呢 那 其實呢 它就會把 你抓出來的東西 重新copy一份 那並不是呢 覆蓋在原來的data上面 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例子吧 我們現在呢 就是numpy empty 那其實呢 就是製造一個陣列 但那個陣列呢 我們都不給起始值 就讓電腦去 給起始值 這個就是 事實上就是mp.empty 然後呢 我們要製造一個陣列 是8個raw 4個column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矩陣的8乘4 8乘4的矩陣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ar 好 所以下面這裡我們寫個loop 就是for i in range 8 所以i呢 就是01234567 剛好有8個數 剛好對應呢 我們上面這裡呢 有8個raw 好 所以呢我們說arri 但是呢 arri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二維正列啊 但是我們今天呢 這個條件呢 只有寫一個 顯然就是對 最前面那個軸 也就是編號0那個軸 要去做某些事情 好 所以呢我們就說 今天呢 你假如是對編號0那個軸 也就是呢到底第幾個raw 那我們就說呢 編號i的那些raw 我們就全部呢 把它令成i 那這樣子就做完了 那我們就把AR 叫出來看看 好所以呢 編號0的raw 就是第一個raw 就會全部變成0 然後呢 編號1的raw 就是第二個raw 就全部變成1 那最後一列呢 它是編號7 所以 它裡面的元素 全部都會變成7 那因為呢 這個索引 其實它就是整數啊 所以它就把它叫做 Fancy index 好 那我們再看看呢 假如呢 AR 然後裡面就寫4306 那這個呢 我們就猜看看 既然它被 歸類在Fancy index 那 它這邊的條件 好像呢 這個條件還用一個括號 括起來 看起來像是同一類的感覺 所以通常我們就可能就會猜說 那是不是呢 就是把ARR的D0個軸 然後編號4 編號3 編號0 編號6 也就是第5個raw 第4個raw 第一個raw 跟第7個raw抓出來呢 是不是這個樣子喔 結果呢 做一下就發現 沒有錯 就是呢 編號4的raw 也就是第5個raw 還有呢 編號3的raw 也就是第4的列喔 然後呢 編號0的raw 也就是第一列 編號6的raw 就是最後一列都抓出來 所以抓出來的結果呢 真的就是上面這些 抓 編號4 編號3 編號0 編號6的raw 所以就得到4306 就是這樣 所以呢 果然猜的沒有錯 好那當然呢 也可以用負號來寫啦 那我們說呢 負號負3 其實就從後面 數上來的第三列 然後呢 負5呢 就從後面 數上來的第5列喔 好所以呢 負3負5負7呢 其實就是 倒數第三列5 然後呢 跟負5就是倒數第5列 也就是3 還有呢 負7就是 倒數第7列 那事實上呢 就是1右 好所以呢 做出來的結果 真的就是這樣 真的就是這樣 好那下面呢 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剛才做索引的時候 那好像呢 事實上只是 索引都只是 一尾在做索引而已啦 那我們今天呢 所以能不能是兩個 對兩個軸去做索引呢 那他下面就舉一個這樣的例子 我們就先做一個 做一個 做一個 先把AR先寫出來 好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AR 它就是 用np.array 事實上呢 我們說np裡面 np裡面的arrange 其實就是對應於 Python裡面的range 只是那彈性更大一點 好所以呢 今天假如是np.arrange的話 32就是會產生 0到31 總共32個數 然後呢 點擊SHIP呢 就是把這個東西呢 它的形狀 再把它重數一下 所以呢 你今天假如只有寫np.arrange 1.32 事實上它會是一個 一微的陣列 但是呢 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呢 要把這些數字呢 把它重新塑形 塑造另外的形狀 變成什麼 變成8乘以4的一個矩陣 好呢 所以呢 你看一下這個arrange 得出來的結果 真的呢 就是一個8乘4的矩陣 好 那下面呢 這個傳入多個鎖影陣列的話 這個做法呢 第一次看到的人呢 可能真的不曉得 他在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看呢 前面就寫1572 然後呢 這裡就寫0312 好 那我們就剛剛呢 有一些 嗯 經驗呢 就是說呢 AR裡面呢 假如有一個 嗯 鎖影陣列的話 例如說剛剛的4306 那似乎呢 就是抓編號4 編號3 編號0 編號6的roll出來 但是呢 現在假如有兩個鎖影陣列的話 那是不是呢 前面這個d號指的就是呢 編號0到底要抓哪些roll 然後呢 編號1的那個走呢 到底要抓哪些column 那你可能就會這麼想 然後呢 問題是這麼想呢 方向好像是沒有錯 可是出來的結果 到底是什麼呢 到底是什麼 因為呢 你說你抓編號1572的roll 1572抓出來 然後呢 裡面再抓 嗯 0312 也就是編號0 編號3 編號1 編號2 的東西出來的話 那到底呢 最後的output 會是什麼 那會是一個陣列嗎 還是 嗯 會是一個一尾的東西呢 其實啊 剛開始第一次碰到呢 很難想像 結果呢 我們就跑一下 就發現說 哦原來他在做什麼呢 他事實上呢 就是要抓編號10的那個位置元素 然後呢 抓編號53的那個元素 抓編號71那個元素 還有編號22那個元素 所以事實上呢 抓下來的結果呢 嗯 他就會是一個一尾的陣列哦 那當然呢 這個 老實說呢 第一次呢 真的是很難猜出來 他要做什麼事情啊 他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像他這個上面 說明書所寫的 他說呢 你假如今天呢 是傳入多個縮影陣列的話 那他呢 就會得到一個one dimension的array 然後呢 相對應什麼呢 相對應於你剛剛縮影陣列 這個每個tupost的那個index 好 所以呢 這個就 寫起來就記住一下吧 好 所以呢 我們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這樣子做 好呢 那我們就看呢 位置10的地方 那1呢 其實就是編號1的raw 就是這個raw嘛 然後呢 0就是編號0的藍 所以呢 抓出來結果呢 真的就是這個4 真的就是這個4 好 然後呢 第二個要抓的元素呢 就是編號5的raw 所以012345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編號5的raw 然後編號3的column 那實際上就是23 所以第二個抓起來是23 好 然後呢 編號7的raw就是最後一個raw了 然後呢 編號1的藍呢 就是這邊了 所以是29 那這也沒有錯 好 最後就是22的地方 就是第三列 第三藍 也就是呢 這個死的位置 好 所以這個就把它記起來吧 也就是呢 今天你假如是fancy index的話 你傳入多個縮影陣列的話 那它其實呢 是把這兩個tuber 這兩個tuber 或這兩個list的 這些 這些相對應的地方 的值 把它 有點像是zip一樣 把它弄起來 然後就要去抓 那個地方的元素 然後呢 它下面就說 不管呢 你原來的陣列 是多少陣列 但是呢 反正它抓出來 都是一個值 都是一個值 然後這些值 它總是呢 會把它擺成 一維的結果 一維的結果 其實這個好像真的太fancy了 就是說 假如我們真的只要抓 某個數字的話 通常我還是會直接指定呢 就是 編號多少的弱 編號多少的欄 我就直接把那個東西抓出來 那寫成這樣當然 可能看起來比較簡潔 但是學了太多的武功 有時候也不知道該怎麼用 然後更好可能是下面這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這個作者說呢 下面這個例子呢 其實可能和一些使用者的期待 有點不大一樣 就是說這就得到的結果呢 跟大家的期待可能會不大一樣 包括他自己呢 當初也沒猜對 這個東西做出來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好 所以我們看呢 看起來它像是 像是兩個鎖影 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1572 然後但是呢 問題是它後面這裡又有一個 嗯 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呢 前面有一個冒號 然後後面呢 又是0312 那 啊 第一次想真的是很難想像 它是在做什麼 它是在做什麼 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 嗯 就是說 你假如這樣看的話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 前面這兩個中括號 這兩個中括號呢 這裡顯然是 一塊 這裡顯然是一塊 然後呢 後面這個地方呢 顯然是 嗯 要去註解前面的事情 好 所以啊 我們就來看看嘛 那我們剛才已經學過了說 哦 看見呢 AR裡面假如只有一個單一的 正列數量的話 1572呢 顯然就是要抓 編號1 編號5 編號7 跟編號2出來 所以呢 就是抓 編號1 就是 嗯 這一列 就是第二列 然後呢 再抓編號5 事實上就是 第六列 然後呢 再抓編號7 就是第八列 還有編號2呢 也就是第三列 好所以呢 看前面 好像就是在做這件事 但是呢 它後面 嗯 又有一個 好像是註解前面的 這件事情的東西 好 然後呢 後面這地方 它似乎對兩個軸都有指示哦 所以呢 對第0的軸 他就說 我全部都要了 我全部都要了 但是呢 對第一個軸 也就是X軸 也就是呢 那個藍的順序呢 就有指定了 所以它的指定是什麼呢 就是0312 也就是要照0312去排 好 所以呢我們就猜看看呢 就是說 它其實呢就是要把這些列抓出來 但是呢 今天藍的順序呢 要跟著 要做一些變動 但是呢 所有的列的結果 我都要把它 保留下來 就是我們可能會這麼猜 好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看有沒有猜對哦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 編號1的這一列 事實上就是第二列 那 本來是4567 但是呢 它後面這告訴你說 我呢 這個藍的位置呢 要依照0312去排 所以排起來結果應該是 4756 那真的就是4756 好然後呢 編號5的那一列 也就是第六列 就是這一列 然後呢 這個藍的位置呢 也是要依照0312去排 所以就是20 然後呢 232122 所以真的就是20232122 好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終於看懂 這在做什麼 就說呢 這個括號 就說你看 真的還是要仔細看 那這個語法呢 顯然就是前面這個地方 就是呢 我們剛剛在講 最簡單的花式索引的感覺 但是呢 我們今天把要的那些列 抓出來之後 那到底呢 有哪些條件呢 就是寫在後面 然後後面這地方看起來就是 抓出來的 每個列都要保留 但是藍的順序呢 必須要去做一些變化 做一些變化 好所以啊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覺得這個 這個實在是 實在是太多功能了 有些功能真的很少用到 第一次看了也猜不大出來 難怪它叫做 fancy indexing 雖然呢 這個fancy indexing 它指的是說 我的縮影只是整數 才叫fancy indexing 但是呢 這種縮影的方式呢 真的很少看過 所以你還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很新潮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講一下 transpose 就是轉字的正列 和軸的交換 和軸交換 那看到轉字呢 學過先進代數的人 大家就知道 這個呢 在一些矩陣裡面呢 基本上就是把藍變成 列列變成藍 就是把每個元素呢 你本來是dij的位置 變成dji的位置 大概是這樣子 那果然沒有錯 好他說呢 其實轉字呢 是一種reshaping的特殊的方式 那reshaping呢 事實上你可以把任意的一些 陣列擺成你要的樣子 包括維度也可以改變 然後呢 形狀呢 你要怎麼弄也都可以 只要呢 最後元素的總個數沒有變就可以了 但是呢 轉字呢 說穿了它就是 你假如在二維裡面呢 就是 列變成藍藍變成列 也就是呢 編號頂那個走 跟編號頂那個走的數字做 對調 那假如說你是高維的話 例如說你今天是三維的 三維的正列的話 那 你只有三個走 一個是D0走 一個是第一個走 一個是第二個走 這時候做轉字呢 就是全部反過來喔 就是呢 先把第二個走的元素寫出來 再把第一個走的元素寫出來 再把第0個走的元素寫出來 事實上呢 轉字就是呢 把所有的走的次序呢 從最後面呢 就把它往前寫喔 那不管你是 維度多少的話 都是這樣子做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想到 它其實是reshaping的一個 一個子集合啊 就是說它只能做那種 把所有的走 全部的順序都倒過來了 的而已 它只能做這件事喔 但是呢 reshaping事實上是 你可以把這個 data呢 的那個樣子呢 就把它弄得更 更有彈性一點 好所以呢 我們就說這個轉字呢 基本上就是reshaping的一個 例子 一個例子喔 然後呢 他說今天 事實上你在做轉字的時候 然後呢 他呢 就會把東西 他就會 我看一下 他就這樣就是 Return a view Undend data Without a copy 事實上呢 就是說他呢 會把東西蓋過去喔 就是會把原來的東西 都把它蓋過去喔 那就是轉字之後的結果 他不會有任何的 複製的東西跑過來 好所以你假如說呢 你把一個 舉證呢 做轉字 然後呢 還是另成員的名字的話 事實上呢 他就覆蓋過去喔 好 那他說呢 轉字有時候 你也可以 用另外一個方式 事實上呢 就是 他有一個transport的method 那你就呢 有一個屬性呢 就是用點T的方式 那事實上呢 也可以得到 轉字的結果 好 所以呢 我們就來 看看 首先呢 我們就是 從0到14裡面呢 那我們就產生 0到14 45個數 然後我們就把它去shape 成3乘5的矩陣喔 好 所以我們就看看 擺出來的結果呢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你說 他媽轉字的話 那事實上呢 你就ARR 然後點T 其實就是做轉字喔 那因為今天就有二維 所以轉字特別簡單喔 就是列變成藍 藍變成列就是了 好 然後呢 這裡再做一個例子 他說有時候呢 我們在做轉字呢 在線性代書裡面呢 常常做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 我們得到一個s的矩陣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 會把這個東西轉字 會把s轉字 然後我們就希望呢 s transpose呢 跟x做矩陣相乘喔 那假如說你記得那個 初統統計學的最小平方法的話 那x呢 假如說是解釋變數的話 那事實上呢 我們估計出來的那個β 它的公式就是s transpose x 相乘之後呢 再取inverse 然後再取s transpose 乘以y嘛 所以呢 我們常常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一個矩陣得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那個矩陣呢 做轉字 然後呢 就後乘那個矩陣它自己喔 常常在做這件事 那這件事情呢 用這種 派上來顯得是特別的簡單啦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又做了一個虛擬的陣列 那這個是從標準坦陣分配裡面 去抓出來的 我們就把它擺成6乘3的矩陣 好所以呢 我們就看一下 果然是6乘3的矩陣了 好所以呢 我們就用浪派裡面的一個DOT 那DOT呢 它的用處有很多啦 你假如說你是兩個向量做DOT的話 那這真的是數學上的DOT 然後呢 你假如說你今天是一個矩陣 跟一個向量呢 去做DOT的話 那事實上呢 就是我們數學上的 矩陣跟向量的相乘啦 只是呢 那時候後面那個向量呢 要寫成一圍的樣子喔 換句話說呢 它必須要寫成 寫成 列向量的樣子 好那假如說呢 你今天你是兩個矩陣 然後呢 用這個浪派點DOT的話 就是真的在做 我們線性代書裡面的 矩陣和 矩陣的相乘喔 好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矩陣呢 基本上它是6乘3的矩陣啦 所以呢我們說 我們就把這個矩陣transpose 那transpose 變成3乘6 然後呢 再去乘以這個矩陣它自己喔 所以現在就是兩個矩陣相乘 前面呢 AR的transpose就是3乘6 後面呢 AR就是原來的6乘3 所以呢 3乘6乘6乘3 的矩陣 出來的結果就是3乘3喔 那它就真的呢 在做這個矩陣的相乘喔 好 那 我們再看呢 就是說 我們再看一下高尾的例子 高尾的例子 那我們呢 也是0到15總共16的數呢 就把它生成出來 但是呢 這時候我們把它擺成三圍的樣子 所以呢就擺成2乘2乘4 那還假如說呢 它有三個維度喔 那我們之前講過說 怎麼去應付這種高尾的狀況呢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還是專注在後面這兩個吧 因為後面這兩個呢 就跟我們現行代書所學的矩陣是一樣的喔 然後呢 前面的更高維度的這些數字呢 縮穿的就是 到底有幾個後面這樣子的東西喔 所以當你今天假如是三圍的話 你是224的話 縮穿的就是你有兩個2乘4的矩陣 所以呢我們就看這樣子的結果呢 真的排出來就是這樣喔 你發現呢 我們真的就是有兩個矩陣 那這兩個矩陣呢 就是每個矩陣都是2乘4喔 那這樣的話呢就是一個三圍的陣列喔 那你會說四圍是什麼呢 那我們之前說過了 不過再講一遍也是很快的 就是說假設現在呢 還有第0個軸 多一個軸在最前面喔 是3 所以現在呢可能是4個維度 那它的數字是3224 那縮穿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有三個224喔 那什麼叫224呢 224我們剛剛看過了 其實就是有兩個2乘4的矩陣 所以呢224指的就是呢 有兩個2乘4的矩陣的結果 然後你假如是3224的話 就是有三個224的結果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看到有三坨 這麼大的東西啊 有三坨這麼大的東西喔 挺有趣的 好然後所以呢我們就AR 就長成這個樣子喔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要來做Transport 那我們說呢 Transport呢 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真的是AR.Transport 那這種做法呢 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去指定呢 到底現在的走的次序 要怎麼去放 要怎麼去放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直接用點梯的方式喔 就是我們前面呢 寫點梯也可以 但是點梯呢 它就是很自視的 它的那個走的順序呢 一定就是從最後一個走呢 往前推 那你不能呢 這個走的順序呢 隨便看你愛怎麼排列 就怎麼排列喔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假如寫 在這個AR的三圍陣列裡面 一些AR.T的話 那這時候它Transport呢 一定就是 第二個走先寫 然後第一個走先寫 再來第二個走先寫 反正呢 它的走的次序一定就是 從最後面呢 往前弄 這個事實上是點梯的結果 但假如說你今天呢 並不是要把所有的走的順序呢 從後面往前推喔 你今天呢 是要把這個走的順序呢 把前面這兩個走的順序 對調而已啊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AR.Transport AR.Transport 那 例如說我們看下面這個例子喔 AR.Transport 然後呢 102代表什麼呢 那你不要忘記 本來是012 本來走的編碼是012 現在呢 你說好 我第0的軸要變成原來的第一個軸 我第一個軸要變成原來的第0軸 那這意思是什麼呢 這意思就是說 本來每個元素呢 在它的位置都有三個數字 代表它在什麼位置喔 我看我把小話加給叫出來好了 所以都說呢 那本來在這個AR裡面呢 每個數字 其實它都有 都有三個數字 去說它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喔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這個10 這個10喔 那這個10呢 它原來的那個下標 也就是說它的位置 你假如要把它寫出來的話 會是什麼呢 那因為呢 它是在第二個矩陣 第二個矩陣其實是編號1嘛 好然後呢 它是在第二個矩陣裡面的第一個列 所以呢 然後呢 事實上 第一個列就是編號0 然後呢 它是在 這個第二個矩陣的第三個column 第三個column 所以第三個column呢 其實就是編號2 所以呢 這個10 它本來的位置是102 它本來那個下標是102 然後呢 你現在要把它transpose 要把它變成 前面這兩個東西要對調 所以呢 它的位置就會變成 是在012的地方喔 好 那我們就看看呢 那0代表什麼 代表它要在上面這個矩陣喔 1呢 它代表要在上面這個矩陣的第二列 然後呢 2 就代表要在上面這個矩陣的第三個欄喔 第三個欄喔 好 所以呢 10就真的會跑在這個地方了 好 所以呢 這個transpose呢 其實說穿了真的沒有什麼 假如要這樣比算的話 你就是看呢 現在的軸的順序 跟原來軸的順序 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於是呢 這個AR裡面 所有元素的那些位置的作用 這個作標呢 就必須要把某些作標的順序 按照現在想要的順序 去做排列 自然就可以寫出外了 那當然呢 用人寫呢 其實我試過啦 就是用人寫錯誤率蠻高的 我自己寫錯誤率都蠻高的 假如是四圍的話呢 錯誤率更高 但是好處就是呢 電腦做 就不會錯 你只要知道 它的意思是什麼就好了 好 那這個是呢 AR.transpose 當然呢 我們也可以來試看看 假如說呢 你今天事實上是寫AR.t的話 那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呢 AR.t呢 其實就是AR.transpose 這時候就變210 就變210 好 所以最後出來的結果 就會長成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樣子到底長得一不一樣 那本來呢 它的形狀是224啊 可是呢 你說現在呢 要做全Pose 而且要把這個走的順序呢 從最後面呢 就全部倒過來 所以其實它就會變成什麼 它就會變成是422 那422代表什麼呢 代表說 我有4個2乘2的矩陣 好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樣子 真的就是有4個2乘2的矩陣 所以至少那個樣子是沒有錯的了 好 那我們再看呢 原來這個10 原來這個10 是在102的地方 但是呢 你今天假如用點T的方式 那它的所有的軸 就要從最後寫到最前面了 所以它本來是在102的地方 後來就會變成是在201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看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2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在編號2 也就是第三個矩陣 在第三個矩陣 然後0呢代表它在編號0 也就是第一列 1代表它在編號1 也就是第二欄 所以它是在第三個矩陣 第一列的第二欄 所以第三個矩陣的第一列第二欄 所以第三個矩陣的第一列第二欄 真的死就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沒有錯 點T呢其實真的就是 Transpose 而且這Transpose比較呆板 它就是把所有的走的次序 從最後面呢 就把它依序的往前寫 但是你假如說你用點 你不要 剛剛那個是點T啊 但是你假如說你用點Transpose的話呢 那這個走呢 事實上你就可以自己去看 是哪些走的次序要對調 就可以自由度比較高一點了 好那最後呢有一個東西叫做SwapEdit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可以走對調 但是這走對調呢 它的用處呢就更少一點 它就是說你現在就可以指定 到底要拿兩個走去做對調 那事實上呢 你就只能兩個走做對調 你不能呢 說現在我有很多位 然後我要把某些走的次序 做一些新的排列 不行喔 你只能就兩個走去做對調而已喔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看 假如說你要把第一個走 編號1的走跟編號2的走去做對調的話 那做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喔 我們先看一下樣子有沒有錯啦 樣子有沒有錯 好那本來呢 這個AR呢 它的形狀是什麼 它的形狀是224 是224喔 然後你說呢 我現在要把編號1的走跟編號2的走呢 做對調 所以出來的樣子應該就是242的樣子 那什麼叫242呢 就是有兩個4乘2的矩陣喔 所以看起來真的就是兩個4乘2的矩陣 好像沒有錯 好然後呢 我們就看原來那個10的位置 那個10的元素在什麼地方 原來那個10的元素在102的地方 可是呢 你說現在我要把最後面這兩個軸對調 所以呢 它新的位置就會變成是120喔 好那1代表它是在第二個矩陣 2代表它是在第三個列 0代表它是在第一個藍 所以它在第二個矩陣第三個列第一個藍 所以10真的就在這邊喔 所以看起來呢 沒有什麼問題 好所以我們這裡學到了三件事喔 一個就是Transpose 我們可以用點T的方式去做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走的順序全 從最後面一個呢 就往前寫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你可以用點Transpose的方式去寫 自由度就比較高 你這個走的順序要怎麼重新排列呢 都可以喔 然後呢 你也可以用交換軸的這個屬性喔 swap exit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是指定兩個軸 就把那兩個軸就做對調 就是了 就是 好 這個就是呢 4.1的全部的結果 好 那我們就乾脆把4.2也講一下吧 因為4.2還蠻 還蠻短的 好 那4.2呢 他就說我們現在來 講一個東西叫做 Universal Function喔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全部的這個函數喔 那事實上它是一個快速的 element-wise 就是元素之間的一個正列函數 元素級別的正列函數喔 那其實說出來就是呢 我們今天寫一個函數 但是這個函數呢 會對一個正列裡面呢 所有的元素都做同樣的操作 都做同樣的操作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 Universal Function 那有時候就只要寫ufunc喔 所以呢 他說Universal Function呢 身上就是一個 function 然後它會performelement-wise 也就是元素之間 逐元素的操作 在一個正列裡面 它會對 它會逐元素的去操作就是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來看例子吧 那我們現在呢 那就是numpy.array10 那這樣就會產生01235789 這是一個一維的正列 好 那我們現在假如說 想要把每個數呢 都把它開根號 那怎麼做呢 那就很簡單喔 我們就在這個array 外面呢 就寫numpy.sqrt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會對裡面所有的元素都做 都做開根號 那這個呢 因為它只有對 對個別的元素去做 所以呢 通常我們就把它叫做是 叫做是一元 一元 一元的痊癒函數 一元痊癒函數 因為它每次呢 都只有針對一個 元素去做 一個element去做而已 那你可能會說 那什麼是二元的痊癒函數呢 那事實上就像加減啊 或是相乘 或是取MASMA 取MINIMA 那就是二元的 因為你必須要兩個東西 才能做相加 或做相減 或是取極大指 或是取較大指 好 所以呢 我們就看 假如你要對 裡面呢 每個數都去取指數的話 那也很簡單 你就呢 numpy.esp喔 然後 就把你要的 那個正列丟進去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對這正列裡面 所有的元素呢 都去取指數了 好 那 這個是當然是你要寫成正列 所以才有這種好處 才可以用numpy去做 你可以去試看看 假如今天呢 你是把這個AR 寫成list的形式 寫成清單的形式 例如說 你現在就是清單 然後呢 012345789 然後你就說呢 我把這個清單乘以5 那你以為了 裡面每個書都會乘以5 其實不是喔 他就會把012345789 就真的寫5次喔 那這個是 你假如是list的話呢 其實它沒有辦法做 數學的運算 它就是呢 真的複製 那個list 複製5次 但是假如把它寫成正列的話 那就可以做數學的運算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二元的全域函數 就是binary universe function 事實上呢 顧名思義 就是我們必須要有兩個正列 然後這兩個正列呢 我們就是要對相同位置的元素 去做某些的操作 好 所以我們就說 x呢 我們就在 標準常態分配裡面 抽8個亂數出來 y呢 也在標準常態分配裡面 抽8個亂數出來 好 所以這個都是一維的正列 所以x呢 就是有8個 8個標準常態分配的亂數 y也是 然後呢 我們這時候就說 sy呢 要去 逐元素 去看 到底誰比較大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說 讓π.masma 然後就把sy丟進來 那他會怎麼做呢 他就會 他就會呢 同樣的位置呢 就去比較看看 x跟y誰比較大 然後就去取那個比較大的值 例如說呢 我們看一下 在編號0的這個格子 那x顯然大於y 所以就留下x的東西 然後編號1這個地方呢 x顯然又大於y 所以呢 又留下x的-0.3 然後這裡呢 編號2的這個位置呢 那x是小於y的 所以他就留下y的部分 好 所以呢他也是對兩個正列 然後呢 逐元素的就是element-wise 去做masma的操作 好 所以 這個事實上就叫做 Binary Universal Function 也就是二元的全域函數 好 那我們再多看幾個例子吧 例如說呢 我們現在想要把每一個元素 就是每一個元素呢 它的整數跟小數把它分開 那這怎麼做呢 好 那我們首先 我們還先先來虛擬一些數字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就到標準檔檔分片裡面 去抽7個亂數出來 然後每個亂數呢 都把它乘以5 乘以5 好 所以就是得到6.13 9.6.39 好 那得到來的結果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arr 好那這時候呢 那我們就用一個numpy.modf 這個指令 然後呢 這個指令呢 它事實上會做什麼 它事實上呢 也是一個全域的函數 可是呢 它會對每個元素都去做 之後呢 一個元素會吐出兩個東西出來 我們剛剛呢 不管是一元的全域函數 或二元的全域函數呢 事實上呢 每個位置的元素丟進去 都只會吐出一個結果 但是呢 沒有人說 全域函數呢 output只能是一個啊 你也可以很多個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舉例說 有一個東西叫做numpy.modf 事實上呢 它每個元素的數字丟進去 會吐出兩個東西出來 這兩個是什麼呢 它事實上就是吐出整數的部分 跟吐出小數的部分 這個事實上就是np.modf呢 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 它的做法 它的做法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說呢 它得到的第一個結果呢 其實就是小數的部分 然後呢 第二個結果就是整數的部分 那因為它會得到兩個結果 所以我們就把它所得出來的東西呢 小數的部分就命成reminder 整數的部分呢 就命名成呢 whole part 好 那我們就看呢 reminder 就就果然是呢 上面這些數的小數部分 然後呢 whole part呢 就是上面 原來在AR裡面的整數部分 所以這個呢 也是一個全域函數 但是呢 它的output呢 會有兩個的例子 好 那它說呢 在numpy function裡面呢 有一個東西叫做out out的parameter 那這個out的parameter呢 它可以讓你做什麼事情呢 它可以讓你呢 把得出來的結果呢 就寫到原來的 原來的這個名稱上面去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比較節省記憶體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到底怎麼去做 當然你要知道什麼東西叫做 叫做那個 點out的話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說一下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AR 那AR是什麼呢 AR就是我們剛剛 去標準談代分配裡面去抓7個數 然後每個數呢 都把它乘以5的結果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對這些數呢 都去取開根號啦 那因為呢 這裡面有些數呢 是複數啊 複數開根號的話 在時數裡面是沒有定義的 所以呢 它會跟你顯示一些警告 但是警告呢 並不代表有錯誤啦 它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呢 做出來的結果不大好看 因為你違反了一些 時數的一些原則 但是呢 它只是警告而已 它還是會做給你看 就是說呢 有時候你看見紅色的字呢 也不用太害怕 它並不是真的呢 說你做不出來 只是有時候只是警告而已 好 所以呢我們就把每個數二開根號吧 我們就發現呢 負的3.397呢 它不能開根號 所以它就寫個NAN 負的4.34呢 也不能開根號 它就寫個NAN 好 所以呢 這個東西 我們就 我們就 你假如把它AR全部都開根號的話 那就可以呢 得到這個結果 但是呢 假如說你要把它的結果呢 就直接寫在AR上面的話 那你怎麼寫呢 其實呢 你就是最後這個地方呢 你再把AR寫一次喔 那這樣的話呢 AR就會被覆蓋過去喔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再操作一次 再操作一次喔 那再操作一次之後呢 我們就再把AR叫出來 你就發現呢 AR呢 已經被覆蓋過去喔 被覆蓋過去喔 那這個呢 事實上就是所謂的 OUT的Parameter啦 那我們可以去檢索一下吧 我們檢索一下 像那個 Numpi.sqrt 那我們就來看看它寫些什麼 那當然呢 你知道它是開根號啦 但是呢 它的Parameter裡面呢 一個東西叫做 OUT等於NAN 那這OUT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OUT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你可以自己選的 你可以自己選的一個東西喔 然後呢 它到底在做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 會把你的結果 就把它儲存下來 就把它儲存下來喔 好 所以呢 就會覆蓋掉你原來的 那個AR的事情喔 嗯 好 本來呢 這一小節已經結束了 解釋 剛剛在錄的時候呢 為什麼覺得有點猶豫呢 就是因為 很重要的兩件事 我好像忘了把它弄進來 所以就趕快 課出之後趕快再把它弄進來喔 那這邊呢 只是要告訴你說 請你呢 一定要去看一下 課本的 書上的表示之三 跟表示之四啦 那表示之三呢 是一元全域的函數 那換句話說呢 它就會對正列裡面呢 每一個元素呢 都去做這個函數的作用 但是呢 因為它只是對一元 對每一個元素 每一個元素去做 好那就像呢 開根號啊 或者是取絕對值啦 或者是平方 或許指數啊 取對數等等喔 那或者是取cos啊 或什麼什麼三角函數之類的 那這個表呢 非常豐富喔 可能需要用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檢索一下 再來就是呢 也請大家去看一下 表四之四 那四之四呢 就是二元的全域函數 像我們剛剛呢 看過二元的呢 就是取masma 那實際上裡面還有很多啦 例如說你可以 兩個正列呢 相加 相減 相乘 相除 然後呢 某個正列呢 是某個正列的次方 等等喔 那你也可以呢 去取余數啊 之類的 好所以呢 這個表 就是呢 請大家有空呢 也去看一下 那或許哪天你寫程式的時候 就需要用到 所以呢我們四之二呢 就到這邊先告一段落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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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